乾隆说过呀 说如果有幸能够在位60年 就善未给儿子 不敢超越皇祖的在位时间 皇帝说话一言九鼎 金口玉牙 大伙都听着了 所以你不能不算数 到了乾隆60年9月初三 公元的1795年 乾隆登基60周年纪念日 乾隆在秦政殿召集皇子皇孙和王公大臣 正式宣布在明年元旦 举行善未大典 听到这个消息 永远既惊喜又惶恐 他已经预感到这一天了 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有一件小事特别值得注意 在乾隆公布这消息之前 时任首席军纪大臣 九门提督等要职的和珅 就把这消息告诉了永远 和珅还给永远送了一大礼 那意思就是将来皇上就是你了 你能当上皇帝 有我和珅一份功劳 到时候你肯甭忘了我 和珅自以为投机高明 没想到聪明反备聪明误 嘉庆平生最厌恶那些 玩弄全数的人 你再说了 你要投资 你也长线投资 你不能临时抱佛脚 永远的身份突然发生变化 欣喜的同时 他也感受到一份沉重 作为一个皇子 永远虽然没有表现出 过人的地方 但是从他后来执政的表现来看 他还是一个有智慧 有头脑的皇帝 能够见位之重 此时他已经感觉到 这个帝国的沉重了 在乾隆后期 盛世正在不断的衰退 嘉庆已经明显感到身上的压力 乾隆主动善位 这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唐朝礼渊虽然说也做了太上皇 但毕竟是被迫的 永远幸运的地方在于 他是第一个在歌舞升平当中 当上皇帝 以前新郡的登基大典 都是在国丧期间举行 悲喜两中天 让那些大臣也非常难堪 既得为老皇帝悲痛 又得为新皇帝高兴 迫使他们一个个变成 演技高超的实力派 这回大臣们可不用这么痛苦了 普天同青嘛 高兴就行了 可就是高兴 公元1796年 紫禁城同时举行了 善位大典和登基大典 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这一天有三喜 既是春节 又是善位大典 还是登基大典 典礼办的 哪叫一个隆重豪华呀 王公大臣和文武博官 站在太和殿外边 恭敬的等候着 各外国使臣也位列其中 太和殿隐隐传来奏乐的声音 乾隆一行人身着朝服 缓缓步入太和殿 随后乾隆坐在金龙宝座之上 太子永远在西向势力 音乐声停止之后 殿外传来清脆的鞭炮声 随后殿内奏响庆典音乐 永远带着文武破关 向乾隆兴三跪九寇大礼 然后两位大学士宣读表文 读完之后 大学士将皇帝之宝 跪递给乾隆 乾隆接过宝喜之后 亲手将这象征帝王权利的宝喜 交给永远 永远接过之后 再小心翼翼的将宝喜 交给身边的大学士 善让大典结束之后 就是隆重的登基大典 典礼完成之后 接下来便是一些 加恩赏赐赦免 镇纪孤寡等措施了 随后几天呢 那就是吃吃喝喝了嘛 坐席嘛是吧 皇宫里吃吃喝喝 跟其他地方吃吃喝喝 区别也并不大 就是礼仪繁琐点 其他的没别的 美酒佳肴丰盛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啊 乾隆举办了盛大的千首宴 千首宴 在康熙朝的时候 办过两回 分别是在康熙52年和61年 不过乾隆举办的千首宴 那个奢华程度 那远远超过康熙皇的 乾隆也办过两次千首宴 一次是在乾隆50年 正月 还有就是这回 这次参加宴会的呀 千首宴千首宴 以前老头 我是3056人 名列妖赏的5000多人呢 合计8000来人 参加宴会的老人 至少你得60岁 因为这是一个 以老人为主题的宴会 参加宴会的年纪最大的 百岁老人 郭忠岳 在子孙的搀扶下 哆哆嗦嗦赴宴去了 期间呢 乾隆亲自赐酒 给一品大臣 今年满90以上的张政 与此同时呢 国家的年号啊 已经改为嘉庆了 嘉庆前 也在紧锣密鼓的生产 似乎新皇帝可以一展报复了 不过这一切呢 都只是形式 乾隆善位 他真的只是一个形式 一个做了60年皇帝的人 对权力太眷恋了 你让他突然交出权力 他没法适应的 他很早就表示 归正之后 如果遇到军国大事 和用人方面的要事 还是不能不过问底 新皇帝刚实习期 还有很多地方不懂 还需要教会 每天都要来镇这里听证 退位之后呢 和珅建议乾隆仍然自称 太上皇帝 而嘉庆呢 则称为四皇帝 乾隆愉快地采纳了这个建议 从此以后呢 乾隆还是皇帝 嘉庆不过就是一见习皇帝 乾隆还要求啊 年后共存 他在退位诏书中写道 说退位之后啊 宫廷中仍用乾隆年后 各地方各省 用嘉庆年后 嘉庆元年正月二十 公元一七九六年 湖广总督碧原 争搅白连教起义的时候 上了一道奏折 在奏折末尾写下了 养父圣主 肖干秦求 尚未太上皇 助叛皆因的话 这本来呀 是祝福歌颂的套话 但是敏感的乾隆 立刻意识到了问题 碧原将歌颂嘉庆的话 放在自己前边 这就是没分清阻刺啊 这时候乾隆 刚交出皇位二十天 立即大动干戈呀 下旨斥责碧原 说军国大事 自己仍旧亲礼 四皇得不过聆听教会 学习经验 你怎么不遵旨办事啊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乾隆几乎把一切权力啊 都紧紧的攥在手里 嘉庆只好家里不做人呢 每天对乾隆 毕恭毕敬 俯首贴耳 这外国使者呀 就看到这一幕 就不明白了 不是这嘉庆皇上 怎么整天不做事啊 就知道吃喝玩乐 侍奉太上皇的时候 太上皇喜悦 他就喜悦 太上皇笑 他就笑 就跟个牵线木耳 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皇上吗 嘉庆啊 这个忍耐功夫太强了 而且也是个孝子 他不仅在乾隆面前 低声下戏 他甚至在和的人面前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嘉庆表面上 对谁都彬彬有理 实际上心里边啊 早就憋着一股火了 他把这些全都藏在心里 压住了 颇有勾建 卧心长胆的风范 只不过呢 嘉庆没有勾建那么狠 忍了三年多 终于等到乾隆啊 嘎呗的那一天 弥留之际乾隆仍然抱怨啊 我军务还没处理完呢 我还有遗憾呢 临死之前 乾隆紧紧地握着嘉庆的手 眼睛望着正在打仗的西南方 尽管他很不愿意 但还是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话说嘉庆啊 可能是清朝品德指数最高的一个皇帝 他像祖父雍正一样 特别的勤正 品行端正 生活坚朴 为人宽厚 而且非常自立 关心民生疾苦啊 他属实一心呢 就想做一个好皇帝 在清朝正史啊 野史当中啊 很难找到说嘉庆 荒淫昏庸阴险 这个记录很难找到 可惜就算是这么一个皇帝 也没能挽救清朝的衰落 所以在很多人眼里呢 嘉庆是一个平庸的皇帝 也是一个悲剧皇帝 乾隆晚年 虽然看上去仍然不太显老 但是他记忆力啊 却是越来越差了 经常啊 早晨的事儿 晚上就记不着了 和珅因此更加专权了 好糊涂啊 也没有人敢对他说个不字 嘉庆呢 严昊傀儡角色 同时密切的物色人才 他看中了德高望重的刘庸 刘庸呢 说为人正直 从来不对和珅阿谀奉应 和珅在外国人眼中啊 俨然是二皇帝 嘉庆不过就是一三皇帝 如果说忍耐乾隆 是嘉庆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的话 那么对和珅 其实说实在的 嘉庆已经反感到极点了 可和珅尽管跋扈啊 但没有丧失理智 他知道乾隆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将来嘉庆是一定当皇上了 嘉庆会不会对自己动手 这事儿还真拿不准 所以和珅呢 对嘉庆也是处处提防着 而嘉庆呢 也对和珅是小心翼翼 他知道 一旦和珅在乾隆眼目前 说自己坏话 自己很可能轻轻松松 就被撤掉了 所以嘉庆不给和珅 留下任何的把柄 两个人呢 就这么着 暗暗的斗法 归根结底 还是嘉庆技高一筹 虽然和珅也不弱 嘉庆思维不久呢 和珅就将心腹吴醒兰 安插到了嘉庆的身边 表面上呢 是帮嘉庆抄写诗文 其实呢 暗地里呢 是监视嘉庆 嘉庆知不知道这事儿 当然知道啊 心知肚明啊 但是也不能一味的认怂 和珅固然位高权重 但摆脱不了奴才的身份呢 所以呢 在适当的时候 嘉庆也会在和珅眼目前啊 耍耍皇上的威风 据说啊 和珅跟大臣交谈 言必称太上皇 嘉庆知道之后呢 私下里痛骂 好个奴才 你灭视朕 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你还真不知道 骂王爷几只眼啊 第二天呢 嘉庆就把和珅叫到殿前 问他 哎 太上皇对你好吧 和珅说要 太上皇那个恩德呀 天高地厚 奴才虽死难忘 接着呢 嘉庆抛出一尖锐的问题 哦 那朕对你怎么样啊 和珅琢磨了一会儿 这个陛下对臣的恩德 虽然不能和太上皇相比 但奴才也会誓死以报 嘉庆冷笑一声 哈哈 好个誓死以报 来 太上皇和朕 哪个更贤命啊 和珅支支吾吾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奴才不敢说 嘉庆逼问他 必须跟我说 你大可以放心说 这和珅只得回答 这个太上皇 有知人之名 陛下有容人之调 嘉庆发出一阵奇怪的笑声 当然了 这只是据说啊 也是记载 不过真实的反映了 嘉庆的心境 在这件事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和珅毕竟啊 还是有点忌惮嘉庆的 民间呢 还有另外一个传说 更有意思 说是太上皇训政的时候啊 照和珅入见 和珅进去了以后呢 看着太上皇正南面而坐 四皇帝嘉庆呢 则坐在下边一小板凳上 和珅下跪以后呢 太上皇双目紧闭 口中喃喃而语 嘉庆竖点都听 却根本听不懂 乾隆在说什么 过了许久啊 乾隆忽然莫名其妙 问了一句 哎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嘉庆自然云里雾里 和珅却说啊 徐天德 狗闻名 啊 接着呢 乾隆又眯起眼 啊 又在这念经 老神栽栽 这一幕让嘉庆非常的吃惊 是这 爷儿俩在这玩什么游戏呢 嘉庆在心里就想 事后啊 嘉庆就问和珅 那和珅告诉他 说这个太上皇啊 念的是西域的一种秘咒 这种秘咒啊 可以让太上皇 增悟的人啊 无疾而终 哪怕是千里之外 也一定会倾刻毙命 我刚才啊 听太上皇念咒 我就知道 他在诅咒白莲教 那帮匪手 啊 当皇上问起的时候 我就说了 白莲教两个匪手的性命 嘉庆一听啊 这后背心 蹭蹦一下 就出了凉汗了 万一哪天自己得罪他了 他在那妈妈妈妈妈妈 再念这么一对 给自己来个无疾而终 你说这不冤枉的话吗 这传说当然是假的啊 但是呢 对于乾隆和珅和嘉庆 三个人的关系 这个描写 却非常的传深 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传说 乾隆驾崩以后啊 嘉庆不是密不发丧吗 这假传乾隆旨意 急召和珅入宫 和珅入宫之后呢 却看到嘉庆站在自己眼睛前 联盟行君臣之礼 嘉庆呢 却莫名其妙的拿出一件呢 袖子又短又窄的衣服 给和珅穿 和珅不好康明啊 只好穿上 但是袖子窄到手根本伸不进去 这和珅呢 就怕把袖子撑破了 不肯穿 嘉庆笑了 哎不是袖子太小 是你的拳太大 这玩个谐音梗 和珅一听坏了 出事了 哭着说我要见太阳皇 我要见太阳皇 嘉庆啊 就带着和珅到太阳皇请供前 啊 去了一看乾隆死了 哟 和珅放声大哭啊 嘉庆也哭了一阵啊 接着又和珅啊 又问和珅 说黄考对你怎么样啊 和珅说 带着皇的大恩啊 奴才碎死难忘啊 嘉庆说 好了啊 皇上留下一兆了啊 黄考那个临死的时候 留一兆了 让你殉葬 黄考带你不薄啊 到九泉之下都挂念你 和珅一听知道 这下都玩完了 连往跪地求饶 嘉庆冷笑 直接就把和珅给轰住去了 在乾隆执政后期啊 和珅可以说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全臣 就连四皇的嘉庆 也得看他脸色形势 咱们说了不是一遍了 对吧 同时呢 这个和珅呢 也是历史上 有了名的大贪官 他任人为亲党羽 密布贪腐成性 排斥一几 最过分的是 和珅经常有阅历的行为 府邸修建了 就跟皇宫似的 他仿照紫禁城 宁寿宫那个模样 给自己盖了个 叫西晋斋 豪宅里边 装了几十顿铜路灯 那个路灯 比皇宫里边还精致 此外呢 和珅还在府里边装了几十口太平钢 就是这种装铜路灯 和太平钢这种行为 根据当时的规矩 和珅你没有资格装这些玩意儿 这些玩意儿属于皇帝的特选 只有皇帝他们家能行 你们家就是不行 你就是再有钱 你们家都不行有 宁寿宫呢 是乾隆善未归正后住的地方 和珅照着宁寿宫修建府邸 你想干什么 你要当太上皇啊 有人就奇怪了 不是和珅做这种事 乾隆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乾隆可能不知道 也可能呢 装不知道 当时的官员呢 大多数都跟和珅勾成了一党了 而且和珅把持朝政 很少有人敢告发他 就算你写秘哲参合和珅 很有可能这秘哲呀 转一圈就落到和珅手上了 乾隆呢 还把圆明园附近的书春园 就是今天的北大那院 赏赐给了和珅 和珅将其经营为西郊有名的私家园林 和珅呢 过着极度奢侈的生活 挥霍无度 不仅如此啊 和珅还派勘余家 为自己的墓地选址 最后选定了冀州的一处地方 和珅呢 又按照皇帝陵墓的规模 行制 给自己修建了一个气派壮观的 巨大的墓地 据说这个墓前呢 还建了门楼 门前还开了隧道 门楼里边还有响电和配电 大门还称为宫门 你这是什么配置 四周还有内外围墙 墙西边还盖了一座洋窄 里边二百多间房子 里边住着和珅的家奴和护院 这些个人呢 那都是用来守灵的 所以当地老百姓管这墓 叫什么叫和灵呢 能称得上灵的 这都是什么地方 那对于和珅那个专权和步法呀 其实嘉庆早在做皇子的时候 就有所了解了 满清拜使里边记载 说和珅出入宫门的时候啊 伺候乾隆喜怒 他说的话乾隆都听 这个即使是皇子都忌惮他 说一个天呢 和珅手提着象牙杖出来 边走边说 嘿 今儿皇上对某阿哥震怒啊 当众仗打几十下子 嘉庆作为皇子 必然屡次受到和珅的侮辱 之前呢也只好隐忍 等到手握大权之后 肯定会把和珅给除了 嘉庆在四位之前呢 和珅就卖弄聪明 提前的将消息透露给了嘉庆 对这种行为呢 嘉庆是非常看不惯的 和珅一方面的通过这种卑鄙的手段 在嘉庆面前邀宠 另一方面的又偷偷的把嘉庆写的诗呢 递给乾隆 想方设法的监视嘉庆 致使嘉庆如履薄冰 导致嘉庆的恩师诸归 也不能进京述职 嘉庆本人呢也时刻担心 被皇上就是乾隆啊 给撤了 那么在太上皇三年训政的日子里啊 嘉庆对于和珅的本性 看着是非常清楚 乾隆朝的腐败 嘉庆也是看得严厉的 对于嘉庆来说 要进行改革 剔除避正 第一步就是把和珅给宰了 为了等这一天 嘉庆忍了三年呢 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啊 即使是大桑之日 嘉庆也毫不手软 在嘉庆看来 杀和珅势大 大桑势小 他之所以这么迫不及待的杀和珅 并不是不孝 而是不能给和珅喘气的机会 乾隆在嘉庆四年 正月初三去的是 公元1799年 第二天嘉庆就剥夺了和珅 军纪大臣九门提督两个职务 当然嘉庆并没有表现出 很强的攻击性 他对和珅说 说你是大型皇帝的进臣 首席军纪大臣内阁大学士 你是国家的熏旧元老啊 朕刚亲政 诸实还得仰赖你 希望相公不要辜负大型皇帝的重托 辅助朕处理一切军国大事 现在国家大丧 丧事乃国家首要大事 所以呢 我缺了你的职啊 特地是命你啊 全权主持丧事 暂时免掉你军纪大臣和九门提督的职位 你专心治丧 等丧事一过 我再把职位恢复了 我再还给你 嘉庆就跟傅长安也说 说这个大清皇帝在世之日啊 你和和珅朝期伺候着 真非常感谢你们 特命你们一起治丧 暂免你军纪大臣和赏书等职 赏期一过 我再把职位给你还给你 和珅和福长安这二位 老谋深算的人 都被嘉庆给迷惑住了 以为嘉庆很信任自己啊 与此同时呢 嘉庆迅速地进行领导层的调整 以防止和珅等人反扑 嘉庆让十一哥永兴担任军纪大臣 处理军纪要事 封巴拉个永轩为这个亲王 这个总理立部 让大哥永皇的儿子绵恩担任九门提督 同时指挥伙行和建瑞营 绵恩到岗之后啊 迅速就将和珅府中千余甲兵调走了 同时撤换九门提督 雅门里和珅的亲信 切断和珅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到了正月初八 嘉庆正式动手 他召来大学士刘雍和恩师朱归 让他们和内阁一道弹劾和珅 经过内阁和文武官员的弹劾呀 嘉庆宣布剥夺和珅和扶长安的职位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 嘉庆呆在养心殿里足不出户 昼夜召见大臣 共同商量对策 这些日子里后妃们不知道嘉庆在干什么 但是从嘉庆紧张而有序的神色来看 一定会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 一朝天子一朝臣呢 当嘉庆彻底将重要部门大换血之后 他就可以放心的对和珅展开进攻了 磕道弹劾 御史弹劾 那就是走过场 大伙都知道和珅是必死的 当嘉庆将他逮捕入狱的圣旨传来的时候 和珅一下子惊呆了 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啊 自己还在乾隆的灵就旁边守着灵啊 给乾隆主持丧事呢 嘉庆怎么会在先皇大丧之日逮捕自己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尽管赵长里推测不可能 但是圣旨已经到了 摆在眼前了 你和珅不信你也得信的 和珅下狱之后 正月十一 嘉庆就和珅问题专门发出一道上狱 指责和珅种种不发之处 接着让各部门尽快给和珅议罪 并且将和珅的罪行分发各省 大伙一起讨论 嘉庆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大伙也就顺水推舟了 纷纷指责痛骂和珅 直立总督胡锡堂说 和珅丧尽天良 简直诸高不如 种种背逆行为 火锅殃民 跟白莲教这些逆贼是如出一车 这么一个无耻的小人物 吴俊尚 应该依照大逆律 凌迟处死 抛尸街头 这与福长安嘛 这已经不是义罪了 这是人身攻击啊 虽然和珅确实最大恶极 但是这些大臣的做法 说实在的 真不怎么好 这让人能看得过去 真挺恶心的 对于嘉庆来说呀 这恶心不恶心 他的目的达到了 在舆论的强大攻势之下 诛杀和珅 那就是替天行道啊